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第一点 如何识别偷忙怪 如果你有数据软件 那么这个问题根本不是个问题 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但是没有软件或者某些地方不让你用软件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它的摊牌信息来判断 比如这里是一个标准的6max100BB小芒开持的范围 频率为44% 如果某个对手和你打到摊牌 被你看到他手里的79杂色42铜色 这些不属于开持范围里的组合 那么你就可以认为 这个人在小芒的开持是过宽了 并且呢 它的组合越离谱 也就意味着它的开持范围越宽 我在这里帮大家找了几个灵界的组合和相对应的频率 大家可以记一下来方便快速的识别 比如如果你发现对手用比沟5杂色更差的组合开持 那么它的开持频率大概就是80%左右 如果它用圈4同色开持 那么它的开持频率大概会是60% 随着你和对手的交手增多 你对它的识别就会越来越精准 然后当我们确定某一个玩家就是开持偏宽的 我们应该如何剥削它呢 我们先来做一道题 假设我们已知某个对手采用的是 我们之前教过的百分百小芒开持策略 作为防守方的大芒 我们应该如何剥削 A 多气牌 B 多加注 C 多跟注 OK 这道题就过于简单了 答案那肯定是B 多加注 大家这个应该都知道吧 当对手范围非常弱的时候 我们同样用弱牌去加注阻止对手实现权益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继续来到第二题 面对一个百分百开持的小芒 大芒应该用什么样的频率来进行加注反剥削呢 A 40 B 60 C 80 D 100% 同时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提示 GTO在这里的标准加注频率为18% 好 让我们公布答案是A 40% 可能这个答案会让有些同学觉得有一点点失望 人家这么极端开百分之百 你竟然不是百分之百拧回去 实在是有点太耸了 其实不然 如果我们好好观察一下这个范围 你会发现这里真的很有意思 首先呢 面对一个百分百开持的玩家 SOVER总体的入持率 也就是加注和根注的频率 会从55%提升到95% 这里其实已经几乎用所有的组合来进行对抗 一点忙都不给你偷 只不过呢 SOVER并不会盲目的只进行加注这一个动作 而是非常有逻辑的分裂成极化三败范围和平根范围 如果你仔细观察SOVER是如何选择用什么组合进行三败 什么组合进行跟注 你会发现SOVER会放宽自己的价值三败范围 先用最强的那部分去加注 然后呢 再选择范围中那些垫底的本来应该早早气牌的组合去填充频率 这样做的好处是 让自己的范围变得非常非常的激化 从而使得对手范围里的中间牌力 如果他要做四败 那他只会让遥遥领先的跟注 让远远落后的气牌 这样小芒就丧失了许多四败机会 不得不用一些中间牌力来进入一个不利位置的三败顶值 这个极化的思路其实我们也可以应用于翻后的下注和加注中 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 最后呢 可能有同学要问了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剥削玩家池和如何剥削长课玩家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同时在剥削玩家池的时候 又避免被其他玩家反剥削呢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说明你已经有非常敏锐的剥削和反剥削的意识呢 不过碍于时长和给我们签算学员藏私的一点小私心 关于进一步的反剥削策略 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如果大家对剥削策略的构建感兴趣 对大数据分析玩家池感兴趣 也欢迎了解我们的签算大学项目 那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如果你遇到各式各样的场景 想要知道如何剥削他们 欢迎也给我们留言或者私信 学扑克找签算 这里是签算Poker 我是梅小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